馬上帶來看一個不可思議的畫面 馬路上竟然出現牛在狂奔 地點是在桃園市的內力交流出口 竟然出現一頭小牛 小牛被繫在電線趕旁 瞪著一雙無辜大眼 看起來有些驚慌 而圓景站在一旁待命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狀況 束手無策 因為我本來想要拉住他 我怕他那個摩車或是轎車撞到危險 七八個月大的小牛 怎麼會出現在馬路上 原來是九號晚間桃園有民眾 行進內力交流到出口 發現小牛在路邊奔跑 嚇到許多汽車騎士 趕緊打電話報案 消防局貨報派員前往抓牛 但小牛脾氣硬得很 只要有人一靠近就會坐視攻擊 最後被惹心民眾套上繩子 綁在燈桿上 動置動物防疫所人員和四主到場 要牽進去裡面 就牽進去 牽進去 牽進去 順子抓不到 他這個三槍養了 這抓回來 看到人都怕了 民眾好奇為觀 卻發現地面布滿了牛蹄狀的血跡 讓人看了好心疼 只希望這頭迷途小牛和主人回家 好好養傷 結束這場小牛逛大城的冒險遊記 記者簡正鋒 張貝茲 桃園採訪報導